Hello,现在是凌晨三点多 请要我再和你说话 昨天你口庆直播的时候 我的一句留言就是 我一直都不知道你的姓氏 我不是故意刁难你的 你误会我了 然后你此后的反应 让我觉得你是可以安排的 你知道吗 我全是不敢相信 你知道吗 你给我一种那种 印象 就是 你的胆量不足 你的勇气不足 而且你的定力不够 而且你 你不定性 就是你很容易改变主意 之后你把我的油缘都删掉了 你把我 给彻底的排斥了 而不是所谓的边缘化的 你将别人缘缘化我 你自己做的更过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把你的心事讲出来 会比较好一点 现在有个状况 现在有个状况就是 有可能坏人已经知道 你住在哪里 可是政府的人 不知道 好人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可是坏人知道你住在哪里 隐瞒你自己的心情 在某个方面来讲 在某个方面来讲 你为你自己带来危险 有时候我的烦恼很多 所以挤在我的脑里面 我一个人 我没办法应付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保持联络是好的 知道吗 这样子为了安全着想 所以我很担心您 我这样子讲出来 人家会讲 把你当成一个人子 听这番话的人 可能不明白 我的故事 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讲你攒起来 都没一盘 我的意思就是讲 我认为你活该被大切八块 我认为你很坚固 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讲 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讲 就是讲你不够称 就是讲你的分量不足 你的认知能力不够强 你的那种良知与灵性不强 你知道吗 我认为你的视频 你每次讲话的时候 你应该把那种论文式的强调 给转换 给转换成另外一种更加清净明星的那种语调 就好像你平时你在街上 你遇到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相识的那些街坊 你讲话时候的那种强调 比较直接的 不要带着论文式的强调 这样的话很让人觉得很难去理解 你真正要传达的讯息 这个不是因为我我的理解能力有限 是真的是你有这个问题 我把你的照片从我的channel里删掉了 因为我生气啊 怎么我不可以生气呢 就好像你散掉我的留言一样 你跟我撇除关系会比较好啊 你昨天做到有几波分 那种过分 你知道我感受像什么 我感受就像好像那个 那个菜市场里面的那个 卖那些肉的那些 当口里面它勾在瓜子上面的一块肉 你就是那个卖肉的那个当主 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会拿那块肉来吃 然后啊 当那块肉已经变成你的肤肋的时候 你就急不急待的随时随地的卖出去 你做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利用我 然后 你迫害我 伤害我 心里吃到这么明显的地步 我认识的以前的人 他每一个像你这样的 虽然他们也很坏 可是没你的坏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利用一个书孩子 然后他 正义地的把它给出卖出去 做人可以这样子的呢 我知道 来跟我讲hello的陌生人都是要从我这边拿好处 然后再把我伤害抛弃来 三取利益 没想到你这么会瞒 你这么会讲大话 你的脑筋转到很快 你有很多个心眼 你昨天这样子讲话 你是害怕你失去朋友 人家一具兄弟啊 你就跑出来了 你怕你没朋友吗 因为每个人知道你对我做的事情吗 虽然你删掉我的留言 每个人都会传出去的人 做人不要这样hello 你不要像那个什么阿葱吹水糖这样 他也是利用我这一边的影响力 去拿到那个pocket time的访问的 你也是一样 以为他为是塞沙迪 为什么会理你啊 是因为我有网络的影响力 你是知道 我有很大的关注力在这里的 你赞取了我的这个关注力 而且 你不要一直讲塞沙迪的坏话 虽然你是大学生 不代表你有什么特权的 你知道吗 你当你在社会上 你有求于人的时候 你就要放低姿态 叫人家才会答应你吗 你不要一副话 一直在那个网络上一直讲他的那个不好 这样子 然后拿他来操作 然后又去访问他 是人都会生气了 佛都有佛了 对吗 你不认为吗 你设身处地的想象 如果你是被访问的那个 那个要访问的人的你哈 要访问你的那个人 他在他的那个频道里面 讲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哈 在摇摇晃晃这样子哈 一点礼仪都没有的来跟你访问 你会接受他的访问吗 一点尊敬都没有呀 还要就还要叫外逼吗 你有破骂人家吗 你还讲什么 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年龄大 你拜托啦 这种谎言你谁讲得出来 你因为我得到多少好处 得到多少坏处 你自己那个比谁都算得准 既然你嫌弃我年纪大 你为什么当初又对我显现好感呢 你讲话的时候 你不只是要用那种数学式的那种推算的 你要去体会别人的那种心理感受 虽然我的社会经验不强啦 但是我也是度过书的人 你好像没什么度过文学的对吧 你度的都是那些 跟数字啊 逻辑啊 科学有关的 不是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呢 我也看得出你最近你的视频 你的那个脸色很不好 你年轻唇白 我可以帮你我也可以害到你 可是如果我长久的不理你的话 你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的 那些人不会让你好过 还有那些想 对我们做什么事 有什么计划的那些人啊 不论你是利用圣经啊 来误导人还是什么的啦 无论现在安华是多么的不得空 他在国会上受到攻击 可是他有他的团队的 他的团队会帮他做事的 不论是我 还是起药 跟他有关的那一班人啊 都在安华的团队的庇护之下 我相信这一个真相 你们曝光你们自己的那个 姓名 甚至是你们居住的地方 反而是好的 越多人关注 他们就越不敢下手 你把自己藏着 那坏人找不到你 政府的人找不到你 怎么真的很为难啊 你真的真是很为难啊 我知道今天来传教那个韩国人 他是有问题的 他是某某人派来的 我今天不要理他 他在我门口喊了几久啊 死都要进来 然后他的所谓的丈夫 就驾他的车在外面等住 好像等他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有必要嘛 这样明显 他大概可以把他的车开出去 抖一抖啊 去走一走啊 他就不要 他还送我一本书叫做永远相信美好的生命 什么永远 永远不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信谢的那个 他的信里面的名号不是叫赵永远吗 有谁人不知道 你要搞人你不要搞得这样明白啊对吗 那个凶手的身份呼之欲出啊 好像每个人都会死的 那这我相信这个人他不会得到什么三种的 哼 他又瞄面子 他就跟别人讲他今年44岁 其实他是43岁 他属猴 他一天到晚在我的频道上留下三思 这个 数字 三思是什么 伤到死或者是分死啊 这么明显的恐吓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是什么大明星的那些 那些有关的人士 我这辈子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娱乐明星 在那个明幕前面交遥创片拿着不应得的片酬 一个人就拿了一千多万还多过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为人民服务拿的都没这样多 你们配吗 他生气了啦 我就知道你们没这个哑量了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只是那个中午毕业不到的一般 真不是个东西 我以后如果我有权利的话我会死 我会立法的 我会要我的小孩子或者是国家小孩子 不准看香港娱乐 不准看外国的那些娱乐明星啊 转身住宿就好了 你们再过分的话 那个wikipedia就要写娱乐 香港娱乐明星或者是那些其他国家的那些娱乐明星啊 是人种虾品 神人无尽 神人无尽 你认为我做不到吗 我现在我就可以打字做到 比谁都快 比什么子弹都快 比什么子弹都快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